大家好 歡迎收看世代對話 我是主持人瓦技夏 過去一個多月 南北半球許多國家的極端高溫記錄 連連創新高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證實 今年7月將是人類史上 有紀錄以來最熱的7月 地球進入了沸騰時代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相關的研究也指出 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在2030年前減半 在2050年前達到近零的目標 才有辦法讓全球溫升的控制 在關鍵的設施1.55度以內 在各種的減碳淨零的方案的討論當中 人們發現如果要有效地應對 氣候危機的挑戰 也必須要兼顧人類的福祉 以及生物多氧性 以達到氣候調適 以及生態保育等有序性的目標 於是以自然為本的解方 開始受到重視 其中的關鍵就是碳會 碳會本身簡單來講 就像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倉庫 地球上最會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倉庫 就是森林土壤和海洋了 它所吸收的還有儲存的碳會 就分別稱為綠碳 黃碳 還有藍碳 在大自然減碳的三大法寶 就是這樣子以一個自然為本的解方 透過生態的一個管理 來增加碳會的量 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效果 氣候變遷應法 在今年1月份立法院是三讀通過了 明定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 啟動碳費徵收的配套措施 並納入多項有關於原住民權益的條款 在自然碳會的部分 要求政府應該要與原住民族共同管理 而且新增的相關權益 與原住民族要共享 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的開發利用 也應該要諮詢當地的原住民族 並取得同意 而自然碳會的重要性 就是在透過碳抵換的機制 可以轉變為碳權 也就是碳排量 而碳會越多 你可以抵消的碳排量也就會越多 邁向2050淨零轉型的一個目標 戰碳會該如何和原住民共管 權益來共享 而台灣的氣候治理 又要如何具體的實踐 對原住民族自然主權的尊重 以及公正轉型的落實 我們今天節目分世代分享台 還有綜合討論兩個階段來進行 我們先來介紹現場的貴賓 第一位是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 八起人高露宜佑 大家好 我是高露宜佑 高露宜佑也是我們今天 世代分享台的主講人 我們第二位來賓是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 與文化學系教授謝若嵐 第三位來賓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執行長 圖佑文 大家好 我是佑文 好 2022年3月 國發會它正式發表 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 及策略總說明 它提出了12項關鍵戰略 其中在第九項的自然碳會 又以綠碳的森林碳會 最具潛力優勢 台灣的森林面積覆蓋國土 總共高達了60%以上 那廣大的森林除了國家管理之外 其中包括在原住民族的傳統禮優 以及元寶地 原住民族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維護者 而自然它會作為台灣 進林轉型的關鍵戰略之一 原住民族的角色和位置在哪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今天世代分享台的主講人 高露宜佑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露宜佑 今天代表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 來為大家分享 關於氣候變遷的議題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氣候變遷的議題跟原住民來說 不只是這個災害的議題 甚至是土地的議題 森林一直都是原住民族安身立命的居所 那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的成立 其實是來自於在前年的時候 這個溫室氣體減量級管理法的 這個修法草案 在立法院公告 行政院公告之後 許多關心原住民的人權跟原住民土地的朋友們 發現在這個公告的修正草案裡面 失去了這個碳會的地位 以及原住民的地位 因此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 在去年的一月二十五號成立 而在成立的這個時間 一直到今年一年多的時間 原住民族氣候變遷聯盟 這個發起了大概至少六個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甚至辦理了這個立法院的公聽會 而且也拜會各個黨團 甚至在去年的十月十八號 以NGO觀察員的身份 進入到COP27聯合國的氣候變遷大會 控訴台灣政府在整個氣候法的 這樣的一個編定 忽視原住民權益 甚至有可能造成氣候殖民 那我想在今年的二月十五號 總統公佈氣候變遷因應法之後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在法裡面宣示了二零五零 淨零碳排的目標 也訂定了這個碳費的徵收 以及公正轉型 那再加上就是原住民族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也經過大家的努力 進入到氣候變遷因應法 那我們在這個簡報裡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幾個重要的這個條文 在氣候變遷因應法裡面 在第三條就是關於公正轉型 有原住民族納入 在第五條針對自然碳會 明定了就是說 原住民族跟政府可以共同推動 及管理這個原住民族地區內的 自然碳會 也必須在新增的碳會 跟原住民族一起共享 那只要是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開發 利用或限制 應該要跟當地的原住民族諮商 並取得同意 這再度承認了原住民族 二十條裡面所規定的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 以及自然資源的關係 那麼在第十七條呢 氣候調適的部分呢 也融入原住民族為本的氣候變遷 調適的這個舉措 所以這樣的一個氣候的條文 原住民的條文 進到了氣候變遷陰影法裡面 主要是因為氣候政策裡頭 如果沒有原住民的聲音 我們認為在氣候政策裡頭 會失去了關於生態智慧 以及人權保障跟公平正義 那我們來看台灣的地圖 其實在台灣地圖 我們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其實七成以上的中華民國國土 都坐落在原住民族土地上 而這七成的國土呢 幾乎都是森林的面積 主要的森林面積 在中華民國進到台灣的時候 經過了大面積的毀林 然後呢 砍伐 造成了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森林的破壞 之後政府呢 用極極端的手段 去做了一個保育的政策 而這些的破壞呢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的看到 山林的破壞造成了當氣候暖化的時候 風災地變 而這些風災地變呢 首要首當其衝的呢 就是原住民部落 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 大家歷歷在目 2009年的這個風災造成了小林村遭到掩埋 474人死亡 還有15000個人流離失所 這樣一個嚴重的災害 不是只是因為這個氣候的變遷問題 也包含了就是政府在過去 對於山林的大量的破壞 以及工業化造成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個 基礎設備分布不均的問題 那我想除了就是災害的問題 我們未來會因為氣候變遷陰影法 會提出了非常多的舉措跟措施 在氣候調適跟氣候的 這樣的一個設施 解決設施的部分 就譬如說再生能源 可是呢 當我們發現這些再生能源 在這個原住民族地區 要去開發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氣候殖民的這種狀況 所謂的氣候殖民 我在這裡跟大家說明 就是殖民者將氣候災害的代價 以及對抗氣候變遷的成本 再次的轉嫁在被殖民者的身上 我舉國外的例子 在非洲的肯亞 他們要去從事這個 保育森林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投入了非常多的經費 可是這個保育森林的政策 卻禁止原住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 所以有數千名原住民族 因為這個保育政策離開他的家鄉 在美國 在澳洲 在拉丁美洲 南美洲 我們會發現當我們要去解決氣候問題的時候 需要做再生能源儲能設備 需要有太陽光電 而這些光電的設施所需要的成本或是材料 可能是一個稀有礦 當稀有礦要去開採的時候 又是從原住民族部落去破壞 那當然再回到就是說 如果大家要提到的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也需要大面積的開發 這時候會去找原住民族部落 來去做大量的開發 我們非常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為了要去解決氣候問題 又再次傷害被殖民者 這就是再次殖民 也叫做氣候殖民 我們回頭來看台灣的狀況 氣候變遷應應法通過之後 有許多氣候調適的措施 像是綠能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像是有關於就是說水土的保持的政策 像是有關於人 就是說停止一個地區礦場開發的政策 可是在這邊氣候變遷應應法的措施裡面 實際上都規避了跟部落 共同討論協商參與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舉一個土地掠奪的一個案例在台灣 我們的傳統領域的 傳統領域的這樣的一個範圍 在東部幾乎都是原住民族的 花蓮的鳳林已經發生了 關於就是說兩千多公頃的土地 要被申請開發成光電用地 而這些兩千多公頃的土地 有306公頃的林地 是台唐光電案 而台唐光電案 遇到原住民協商的時候 台唐就說 我們依據研機法二十一條 這個台唐的土地叫做私有土地 所以不用協商 不需要經過原住民族的同意 可是如果這個部落 他覺得我可以租台唐的土地 來去產生探權 來增加多出來的收益的時候 台唐又對部落說 不好意思 這個是公有土地 沒有辦法取得探權 因為所有的探權 都已經納入國家清澈裡面 所以在公有地私有地 你台唐說了算嗎 這兩套標準 全部只是為了台唐 方便阻撓族人的一種說法 曾經有學者 他提到就是 如果我們在這個森林裡面 蓋太陽光電 減碳的效能好過森林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這樣子蓋太陽光電 減碳的效能 比起森林好的話 我們應該要砍樹重光電 那麼這個部落的人 或是地方的人 應該要為這個地球的問題 要做犧牲 這樣荒謬的悖論 其實被我聽起來 我會覺得說非常的不可思議 前陣子這個CIX 就是新加坡的探權交易所的 執行長來台灣 也提到了就是說 如果用原住民的森林做探權 或者是婦女 或者是貧窮 或者是其他的生長人士 他去生產的探權 那這個探權可以加值 但我還是要跟大家提醒 探經濟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新形式 氣候政策還是沒有脫離財團跟資本主義 那這樣的氣候政策是原住民想要的嗎 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改革制度 能夠解決台灣土地的問題 能夠讓部落實質參與決策 第一個設置再生能源 一定是不能破壞部落跟土地的連結為前提 再來傳統領域森林的探權效益要讓部落共享 那我們來舉加拿大BC省的案例 其實加拿大在這個BC省裡 這個案例裡面有一個叫大雄森林 那大雄森林它是跟這個大雄在地的第一民族 去簽訂大氣利益合約 而這個大氣利益合約裡面產生的探權 就是大氣利益有百分之八十 會回饋給這個簽訂合約 維護森林的這個族人 那麼像這樣的正向的一個做法 其實在國際上非常多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去參考 而我們也去整理出五個國際上 在對抗氣候變遷的時候 有幾個重要的訴求 就譬如說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 應該是對抗氣候變遷的關鍵 就像是紐西蘭的氣候變遷應應法 也明定氣候變遷委員會 他們已經有三成都是屬於毛利族擔任委員 也成立這個氣候變遷相關的基金 這個跟這個COP27去年的氣候賠償非常相似 再來就是淨寧政策的措施 都必須諮詢原住民族 都必須諮詢原住民族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考架構裡 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國家清澈裡面的自然碳會 也應該再拿出來討論 過去這個中華民國去破壞土地 我們居然沒有對他們有任何罰則 可是原住民族 在這麼長久以來保護土地 卻因為這個碳會是國家的 被認定成這樣的一個探權是無效的 所以為什麼這樣原住民族的傳統裡的 被理所當然變成國家的資產 我們必須要思考一個新的做法 可以去討論有序債券的一個做法 有序債券就是我們用這個政府來發行債券 然後提供原住民族自治的財源 而這個債券呢 是以這個土地上的面積來去思考說 債券的金額 而每年複習 政府永遠沒有還清的一天 也代表政府欠原住 永遠欠原住民族 那我希望就是 在最後還是要強調 國際上的原住民族 在討論氣候變遷的議題 無非是站在土地權益 自然資源治理上 我們在這裡跟所有的原住民族 跟關心台灣土地和氣候變遷 還有台灣政府來說 沒有原住民正義就沒有氣候正義 如果要實現氣候正義 就必須先把原住民族的土地還回來 歡迎回到世代對話的現場 我們針對第一階段 世代分享台的內容 我們就先請現場另外兩位來賓 來做簡短的回應 我們先請若嵐老師 好 剛才搞入的這一段演講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概它分的層面上面 就是有關國內的現況 還有一個國際上面的一些情形 那我想就是說 就國際的情形上面來看 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的 這個原住民族的世界裡面 它因為這整個的 這個氣候變遷的關係 所以它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當然它也提出來的一些 正向的案例 包含在加拿大的 我們如何透過共管的機制 如何怎麼樣去回歸到 原住民族的社群裡面 那在國內的部分 我想就是回應到最後它的訴求 就是說有關還我土地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整個台灣的原運裡面 的三大訴求裡面 包含這個土地的議題 至今人是我們最關切的 那實際上我們不管是從證明 從這個自治還有土地上面 我們都可以把它連結到 這個公正的這個轉型正義 裡面的這個區塊 因為我們的證明裡面 其實還有包含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用傳統的知識 裡面去做治理 那土地的議題 當然是跟資源分不開關係的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們請右文執行長 其實剛剛從稿路的演說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現在原住民族 它在這個氣候變遷 這個議題裡面的定位 我們之前其實實在才講說 它好像是氣候變遷 受到最大影響的一個族群 也就是我們可能跟一般的農民 或者跟一般的青年族群一樣 它可能面臨的是一個比較嚴重衝擊比較大 但是這些這些的影響是他們造成的嗎 其實我們再反過頭來來看這些族群的時候 其實這些族群通常都是對於這個排碳 或者是對這個環境影響是影響最小的人 那為什麼對於這個環境侵害最小的人 它卻承受這麼大的一個危害的結果 其實這就牽涉到所謂的相關的 氣候陣營的問題 那所以稿路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當一個政策 或者是當一個決定 如果它的決策只掌握在某些人的手裡 但是它不是讓這些會受影響最大的族群 或是這個群體來參與做相關的決定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 確實它就是一個不平等的 或者是它是一個不正義的 那也可能會導致說 到時候這個政策所衍生出來的結果 會造成某個可能偏會更弱勢的族群 它會發生更弱勢的情況 所以說如何讓原住民族族群 或是其他弱勢的族群 因為其實不只原住民族 如何在這個氣候變遷的這個過程中 它可以參與決策 我覺得是接下來在討論國際 無論是氣候變遷議題上 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那也是大概 無論是各個族群也都要去努力的 好 其實由我們執行長回應的就是氣候殖民 這樣的一個議題 我們就是把這個我們討論的一個 所謂關注的焦點 就是拉到國際的視野 在聯合國體系當中 由聯合國氣候變遷 剛要公約的締約方 每年固定召開的COP氣候峰會 可以說是目前全球各國 來共同應應氣候變遷危機 最重要的討論平台 特別是在歷年氣候變遷 協商談判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的團體 並沒有缺席 而且反而是不斷地要求 要讓原住民族坐上談判桌 我們以2015年COP21 通過的第一份氣候變遷協議 巴黎氣候協議 最後簽訂的內容來說 其實有兩個段落是有提及到原住民的 第一段就是在序言當中 第二段是在第七條的第五款 那首先我就要先請教若蘭老師 在氣候變遷談判的桌上 世界原住民他會經常呼籲的一些重要主張 會有哪一些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從一個原住民族的立場 來觀察的話 巴黎氣候協議當中 有哪一些是美中部族的 好 首先我們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這是一個冠態 就是說在很多做決策的過程當中 其實原住民是被忽視的 那原住民整體來講 就是他會被說 我有考慮到但是基本上在決策桌裡面 你們就是在邊緣裡面 所以當初在這個巴黎協定的時候 其實也有蠻多原住民參加 但是他的訴求其實是有被聽到 但是在整個決策裡面 他就是沒有辦法去落實 他想要比較高度的訴求 那所以在這個美中部族的地方 大概其實就是說 我們通常要求的是他比較有法律效果的 這樣子的一個自言跟 就是自言跟決策 但是他演變到最後就是說 好 有一點類似說 我承認到 我有認知到 然後應該怎麼樣 或者是說 就是他沒有強制性效果 就是變成是比較道德性的勸說跟訴說 所以即使我們看到就是原住民 或是這些性別的弱勢 然後小孩或是在地的社群的人 他有被提及到就是說 在這些做氣候變遷的過程當中 他很可能產生的這些負面的效果等等 我們必須要更多的這個原住民族 以及其他的這個弱勢族群來參與 但是這些都只是一個類似參考的性質 所以他就比較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強制的效果 好 也就是說如果說 從原住民族的立場來講 對於這樣一個巴黎氣候協議 其實是並不滿意的 不過儘管巴黎氣候協議通過 到現在其實也還沒有達到任何實質性的成果 不過它的內容來講 還是有它的一些進步性的意義在 我們把這個巴黎氣候協議的重點 大致可以歸納成六點 那其中就是說 在已開發國家來講 他其實也承諾了要同意提供氣候變遷基金 要設置這個基金 另外就是協議當中也納入了損失和損害條款 但是他只不過是承認 必須要防止降低基解決脆弱國家 因為氣候變遷所蒙受的一個損失 我這邊想要從那個氣候正義的角度 我們來進一步討論 就是請右分執行長來做一些回應和補充 就是我們把這樣一個人權的議題 扣連到這樣一個氣候行動 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有特別需要這樣子做呢 其實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是把氣候變遷只是單純做一個環境 一個科學的一個領域的一個東西 但是一直到這一二十年的發展 才慢慢的將他跟人權結合 那也就在去年的時候 2022年聯合國大會 他其實也有做了一個決議 就是說他將乾淨以及健康 以及享有永續環境 他裝作一個基本人權 那他這樣定下去之後 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他其實發生一個 雖然他沒有法律的拘束令 就是剛剛若曼老師講的 但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就是 當我們人和國這邊已經承認 而且國家也贊成說 他是一個基本權利的時候 他就扣合了跟人 他可能就是一個厲害關係人的主體 那當人他是厲害關係人的主體的時候 他也許就可以藉由這個主體的身分 他像他的國家 或者是像其他的法院去提起相關的氣候訴訟 去主張現在行政或是這些立法 其實是你們所做的這些氣候政策 或者說氣候的措施 其實根本不足以保障我們這些弱勢族群 那所以在氣候訴訟裡面有很多的樓民 年輕人或者是原住民族去提出相關的訴訟 希望政府改變他們的措施 好其實為了要因應低碳和一個淨零的趨勢 在各種類型的再生能源 在剛剛搞錄的簡報裡面也不斷提到 再生能源的開發也被納入台灣 淨零轉型的戰略的項目當中 那當然我們談到原住民地區 它就蘊藏相當豐富的綠色能源的一個開發的潛力 包括像太陽能 地熱 水利都是選項之一 不過我們從近年的一些發生的 像資本光電 紅葉的地熱 以及像是有幾項的一個部落小水利發電的開發案 都是有一些爭議在 而且都被部落的族人拒絕 那當然說這些個案是不一樣 但是在本質上其實還是有些共通性 那我知道說其實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也有參與就是資本光電的一個行政訴訟的一個 那是不是請執行長再從你的角度 這樣子一個來大概也講述一下 像這樣的一個綠色能源開發 以及和原住民部落之間的一些衝突的核心 到底會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綠色能源開始在發展的時候 大概是從2016 2017年開始 那時候大家普遍其實不只原住民族 包括一般的居民其實還不太清楚 太陽人是什麼 它會帶來什麼危害 或是地勒是什麼 那相對的 智商同意辦法 其實也是在2017年 2017年開始才開始有公告 那時候還有所謂的公有土地跟私有土地的爭議 那所以說當這兩個是完全一個全新的一個不同 比較追逐一個全新的領域 開始在部落開始在推展的時候 它勢必會有相關的衝突跟一個適應的過程 那其實如果你說再生人員是不是有特別的衝突 跟部落的這個 是不是有特別的衝突 其實我覺得它跟之前的一些土地開發案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其實它土地 畢竟土地的使用它有一種排他性 當我去使用了 其實其他人就去不能使用它 那如果它這個過程 無論是之前的雅尼或是梅利灣 它沒有經過跟部落的溝通 而導致部落在這個過程中是被排除的 那依照我們現在的相關的原基法 其實原住民族 因為現在原住民族的權利意識 其實也慢慢回來 就是我有這樣的主權 去主張我的這個土地的權利 那當然這個衝突就相關就會越來越多 再加上智商同意辦法 其實它有很多設計上的一些不良的地方 那也在這幾年慢慢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最近也要開始去促成說 也許相關的智商同意辦法 要去做相關的修正 好 其實在今年五月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修正案 就三讀通過 在其中它也訂定了就是說 設置再生能源發電的設備 以及再申請地熱的探勘 或是進行開發的時候 如果是在原住民族地區的話 你就必須要落實原民智商 智商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對於原民權益的保障 所以可以更加的落實 這部分我就想要再請稿路回應一下 就是按照佑文執行長剛剛提到 第一個是智商同意辦法 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概念 大家操作上可能還不是那麼熟練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的本身的相關的規定 還是有一些流弊 就是從一些結果論來看的話 那這樣的一個再生能源開發辦法 對於智商同意權的這樣一個納入 真的能夠保障原住民的一個權益嗎 再生能源裡面其實有分小水力 有分地熱 有分太陽光電 這幾個再生能源的設施 其實有不同的這種情況跟條件 比如說小水力 其實我們從日本時代 開發那麼多水力發電 我們必須真的要檢討 台灣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不可以繼續發展 一定規模以上的水力發電 這個是要檢討的 第二個就是太陽 第二個就是地熱的問題 那地熱當然很多的朋友都認為 也就是說地熱可以當作一個機載 有足夠的一個思考方式 足夠的這樣的電力 可以去因應台灣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可是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在地熱相關的規定的時候 它很淺薄的去思考 台灣原住民族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你用一根吸管 我講的是鑽井 你用一根吸管插在地面上 然後地底下的地熱 是用這一根吸管的面積 就當作知情同意的範圍 是 原住民族的地熱 不是因為你今天 這個專輯是跟地號有關 而是在底下的地熱脈 它是不是牽連一定範圍的 這個原住民的土地 這個沒有被納入 這個地熱專章裡面 再來就是 有關於太陽光電 就變得更複雜了 為什麼 因為太陽光電的面積射擊非常大 那它射擊非常大 其實我以德國為例 德國大面積的 這樣的一個太陽光電 已經不被獎勵了 也不被補助了 然後在日本大面積的 這樣一個太陽光電 是要經過環評的 所以從這樣的幾個思考 其實我一直認為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一直為綠能開綠的 一路開到底 好 其實我們根據第四次全國森林資源 調查的成果 在台灣森林碳會估計 有2140萬噸 那可以抵減大約是台灣 7.25%的碳排量 那預計到2050年 可以再增加110萬噸的森林碳會 達到2250萬噸 那至於為什麼這個自然碳會 它能夠成為碳權 這樣一個抵減碳排的方式 其實是在1997年通過 以及2005年生效的 京都議定書當中 首先被確認的 不過對於這個森林碳會的計算 它只有針對新子造林 還有再造林的部分 另外就是透過加強森林的經營 額外增加的碳量 才會被併入這個 所謂減量值的一個計算 那我們原住民 對於山林生態的維護 我們一直主張 有重要的歷史貢獻 但是對於 在於所謂的一個歷史碳會 這樣的一個倡議來講 其實並沒有被納入 不管是國際上 還是國內的考量 那我們要如何突破 現有的框架 這部分我是想要 再請高樓來進一步回應 好 這讓我想到 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這個森林保育的專案 在這個南美洲的探權 被認為是無效的 可是如果森林保育是阻止這一些 要去做棕櫚 要去做開發這些毀林 這些努力 它居然說是無效的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今天土地是拿來開發 是理所當然的 那我保護它 等於就是說它沒有被開發 那它不能算成探權 探權已經被變成一種金錢遊戲 我要這樣說 但是我仍然希望就是說 在整個一個探權的 這個的交易跟發展來說 原住民不要被再次的被欺負 因為我要這樣說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說 不管是太陽光點 不管是探權 做眾森林 會不會造成一個 讓原住民族用建架的方式 又逼原住民把土地讓出來 去眾森林 這是我們必須要清楚 要省思的一點 因為毀掉一個原住民土地 這樣的一個無價之保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雖然已經有一個補充的做法 就是那個前一陣子 CIS 新加坡的交易 交易所的執行長有講 假設這個森林是原住民保護的 假設這個森林是婦女來去支持 支持婦女 或是能夠支持這個脆弱族群的 它是否在這個探定價來說 是有不一樣的價格 所以這個只是說 是一個補充的一個做法 希望能夠解決就是說 森林被資本主義去利用 然後去破壞的這樣的一個 其實同樣的問題我想進一步追問 若嵐老師 就其實京都議定書是已經失效了 就是由這個巴黎氣候協議 來去接續取代了 可是在京都議定書裡面所 就是說設定的一些機制 其實在目前來講 都還是在沿用當中 那對於像我們針對這個森林探會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老師的看法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森林探會真的就是 他們要求計算的是增加的探會 而不是計存的探會 我想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剛才主持人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在整個歷史脈絡裡面 是不能被忽視的 那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在全球很多地方 因為原住民的土地其實是在 未經統一之下就整個被拿走 那尤其是森林資源 這個當初在設這個原住民族 這個權利的時候 其實爭議了十多年 一直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解決 是因為國家不願意釋放出來這些土地 那土地上面代表的就是資源 所以當我們在談這個說 在談探會的時候 他探會的時候 其實他談的是 包含你這個國家原本 他就是屬於原住民的 雖然他現在很可能是國家的土地 可是你要怎麼樣透過 利用這樣的一個機制裡面 去能夠回來回饋給原住民族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部落或是社區的參與 他可以透過基金的形式 形成更多的賠利的機制 他也可以透過這樣來發展一些 原住民族知識的 對於這個整個的氣候變遷的一個貢獻 那他同時更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他實際是減少那種大量開發的思維 因為我們過去對土地都會談用民主式的 然後開發等等的這些過程來造成 其實對土地更大的破壞 可是我們現在的思維上面 會是希望能夠用原住民族的 這樣子一個自治管理共管 然後國家政府他也透過一個善治 Good governance的一個態度 來跟原住民族共同來維護 這一塊土地上面的這個環境跟永續 好 其實我們在談到這樣一個 探權交易之多 也要回顧這兩年 就是台灣在氣候法治 和相關科技研發的一些進展 其實是因為來自企業界 因為要因應國際貿易 比如說像在歐盟 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 也就是碳邊境稅 這樣的一個壓力 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國內有很多家的企業 他就是為了要符合這個 所謂的綠色供應鏈的一些 來自客戶的要求 或是要取得這個ESG 永續認證的一些需求 所以在去年 我的印象滿深刻的 就催起一股這樣子 種樹造林的一個蜂巢 那台灣的探權交易所 其實在八月七號 就會正式營運 那隨著探權交易的一個起跑 對於這個森林探會的一個 擁有還有管理 以及如何在森林資源 跟原住民共管的一個基礎上面 能夠深化這所謂的永續發展 還有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落實 這部分來講 我還是要先請若蘭老師 來做一些回應 我想這個其實我們剛才 一直都有談到土地 跟轉型正義之間的關聯性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 先把這個土地的這個 原本的主人 他在這塊土地上面的貢獻 包含他的傳統知識 他怎麼樣跟土地共存 他怎麼樣跟這個自然界的共存 能夠有效的連結起來 而且是能夠積極有效的參與 在這個共管機制 我想在談這些 其實都是有一點 好像只是表面上 把原住民納入 在這個做這個 我們在談永續發展 或者是說談碳會 碳稅等等的這些議題上面 那實質上 我們並沒有真的去重視 原住民族 他可以發揮在這個治理 然後還有就是 全球的環境議題上面的一個貢獻 好 其實我們談到這個自然碳會 被納入我們台灣政府禁令解放的 其實它有一個邏輯 也就是基於所謂的排碳者要付費的這樣一個概念 不過比較吊詭的一個就是說 用碳會轉碳權的方式來達到一個所謂的碳中和 中和 但有可能其實並沒有實質達到一個減排的一個效益 甚至你排的碳會更多 但是只要企業家 他可能能夠想盡辦法找到 或是掠奪更多的碳會就夠了 所以就是說 其實國內就有一位 就是科技界的一個主管 應該是蠻高等的一個職位 他就直言說 多種樹或是買碳權都是漂綠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 對於所謂碳會這樣的一個機制 或是森林碳權這樣一個機制 如何要避免 變成說花了一大堆的錢 讓企業去買碳牌的一個權利 就是所謂的一個漂綠的這樣一個工具 這部分我就要請佑文執行長來做一些回應了 其實最近其實常常看到很多的 關於碳權碳交易的相關的那個廣告 或者是投資的廣告 有時候都會懷疑是詐騙集團 在宣傳這些東西 不過其實就排碳或是減碳的這個脈絡來講 其實每個國家都不太一樣 那尤其在講說你要減排 其實重點還是在企業要改變它的減排 也就是說它的生產方式 它的用電過程 它其實實際上是真的要能夠把這個 溫室效應給降下來 而並不是說它真的去花一大堆錢去買 買了碳權 你就有助於這個減碳的這個工作 所以說通常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不要去漂綠的話 這個碳排的這個手段 其實它要放在最後的手段性 也就是說這個企業裡不能說 我百分之百的我排碳的量 我允許的排碳量 我全部都想要用碳權來處理 這個是不允許的 它可能一定要說 我自己一定要提出相關的減量自主計畫 提出到某一定的程度 比如說到50%到80% 那之後真的沒有辦法 或者是現在的技術沒有辦法達成的某些部分 我再可能有些利用買碳權的方式來處理 那現在因為碳權的爭議其實在各個 因為它是屬於民間的交易 在各個交易所其實一直有發現 有好的碳權跟不好的碳權 那有些碳權登記了之後 也甚至也發現說它沒有去註銷 又被其他人又重複購買 那所以這時候我們如果要禁止 嫖綠的狀況 其實還是有除了剛剛這個碳權 買碳權是一個最後手段性以外 那另外一個限制就是說 其實要鼓勵企業 或者是你要買好的碳權 那這個可能是禁止說 不要到時候變成大家都在嫖綠 但其實真的也沒有減碳效果 那就對於整個這個淨寧 是沒有任何一點注意的 好 那請稿路來做一些回應 在整個減碳的那個思維模式 其實連歐盟在徵收這個C-BAN的時候 碳關稅的時候 其實考量的也是在 嫖綠跟碳洩漏的議題 所以他們是希望就是說 即出口到歐盟的這些產品 的這些企業都能夠落實 真正落實在企業內部 不管是在製程 不管是還在企業體裡面 的使用電量都能夠達到實質的減碳 是 那以這個碳權來說 它真的是最後手段 就譬如說歐盟它其實不希望 就是說以購買碳權為優先 而是你今天你實質減量 剩下的10% 這一點點額度 歐盟才讓你購買碳權 那達到碳中和我相信就是說 它一定是必須就是這一些的這個工業 工廠這些的企業 都要集體來去做 那台灣的政策也是 目的也是希望如此 是 碳權交易所在8月7號要成立 那目前也是處在就是說探諮詢的階段 是 那我覺得我們要去注意的就是 年底到時候相關的辦法有沒有出來 因為短期內我們是看不到 碳權交易所有任何交易 因為這個執法還沒有真正出來 我還是在強調就是說 針對整個氣候變遷跟碳權的議題 要思考原住民族的角色跟地位 因為原住民族 其實在整個碳排放真的是最少的 傷害是最大的 那我們在任何一個調適或是 綠能的舉措不能夠傷害人權 你今天要去蓋太陽光電 我要講的太陽光電即便減碳效果 好像看起來比森林高 但是它侵害人權這樣的手段可以嗎 碳權造成戰爭 就是說你要去蓋太陽光電 造成了這個土地的爭奪 造成這樣的一個衝突 它可以嗎 這才是我們要必須思考的一點 其實我們來看台灣的森林面積 目前已經覆蓋國土六成以上的面積 那也就是說要能夠再增加的一個 森林碳會的量也是非常有限 而且它可以去排 就是說抵換的一個 就是說碳排量也只有百分之七點多 還不到百分之八 那我們現在在談到主張一個就是說 以原住民族為核心的這樣一個 自然碳會的戰略的時候 那我們的要點 我們的一個所謂的就是說 立基點會是什麼 這部分我想要請那個 若蘭老師來回應一下 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在談這些的時候 我們都很擔心說 其實一般多數原住民 其實聽不太懂我們在做什麼 好 所以這個就會回歸到一個說 我們整個在談的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是在談一個 怎麼樣做一個賠利的機制 那我們在談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在談永續 我們在談這些碳會碳稅這些事情 都是需要全民參與的 也就是說 它如果沒有造成一個說 大家一起來減碳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它就很可能造成我們前面在談的 都是企業裡面它為了要去漂綠 所以它來進行的這些事情 而對我們自己原住民族來講 其實在土地上面 我們常常看到這些事情 就是當我們用集體身分的方式 去要回土地的時候 我們的運用上面 其實沒有回到我們傳統 應該使用的一個方式 我們甚至沒有去盡到保護的責任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談這些議題的時候 我們在看到 從透過巴黎議定書裡面 它談出來的是一個 國家它必須要有自覺的能力 去提出它要做了多少的貢獻以外 它其實也根據了 我們前面在談的這個序言 然後剛好裡面的條款裡面去提到 它是希望能夠有一些在地的社群 還有原住民族的參與 而這些參與裡面它其實 我們現在去看到 如果看到他們現在的實際的作為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能夠納入 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 而這些知識體系其實剛好有可能 譬如說我們提到的很多 譬如說在傳統的耕作的模式 等等的去能夠保護到土地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談的是叫做賠力的部分 這個賠力就牽涉到 我們要讓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 當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在為了土地 它就是在為了這些事 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個共管共治的部分 就是我們怎麼樣把我們認為可行的 這樣的政策提出來 那我們過去的政策提出來 都常常是由上而下的 好 那由上而下的政策 就是會常常就是它沒有辦法引體制 那以台灣雖然面積並不大 但是我們各個地區的這個生態 或者是民族個性 在做這些傳統知識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共同來參與 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叛會其實說到最後 它其實是一個最後的一個 一個目標跟手段 可是真正應該是前提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達到更多的 願意來參與去達到那個永續 好 然後讓這個氣候變遷 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減緩 或者是一個有效的排除這樣子 好 我們在今天節目的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就先請我們現場的來賓 就是針對今天的主題來做結論 我就先請佑文執行長 好 現在的氣候變遷應法裡面 其實有規定 相關的一個機制委員裡面 其實要有原住民的一個席次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規定 其實遠遠不夠 因為相關的所謂的氣候治理 其實還是最主要是 原住民要跟它原來的土地 要產生相關的連結 那我記得之前 我在跟就是資本的卡達迪布部落 在合作這個反資本光電案的時候 他們有一句話其實蠻震撼我的 他們說 土地是我的母親 不是你的提款機 我覺得這個很彰顯說 可能原住民族 他在看待它土地的時候 其實是有感情的這個 情感的文化在裡面 那所以當我們方方面面 在講說氣候治理 或是土地怎麼規劃 或是空間怎麼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政府應該在開放更多的 讓原住民的參與空間能夠提升 讓原住民有機會 因為有時候有些 也許之前的一些過程 像原住民慢慢離開他的土地 沒有感情 所以需要再把這個過程找回來 讓他對他的土地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的使用 那可以達到相關的 也許2050近零的目標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要 讓原住民自己來做決定 好 高羅 從巴黎協定開始 我們知道就是說 人權納入巴黎氣候行動裡頭 那氣候變遷應應法裡面 也規定就是說 台灣的不管是鋼藥政策 或是其他相關的措施 也必須要遵照國際的公約 所以因此人權 原住民權利也要納進去 那我們還是要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在氣候變遷法裡面的 第五條 第三項 第八款 原住民的共管 原住民正義就是氣候正義 好 若蘭老師 好 我想就是最主要的 還是回歸到我們這種議題 其實它應該是由下而上的 那原住民族的參與 絕對是有注意 我們在談這些永續議題 我們在談氣候變遷的 因應的問題 好 我們非常謝謝 三位來賓今天的參與 我們的節目呢 有臉書 IG還有YouTube 而且還有最新的Podcast 歡迎大家鎖定追蹤 感謝您的收看 sout 呼籽 兩位 多留意 兩位 第一位 今回找到 一位 一位